《歐洲战争》 日本马上由《日经新闻》发表了社论 这是能源进口国 它的经济引优 当然能源都是要从别的地方进口 任何的政治动荡都会影响你 就在这个时候 《联合国气候变迁》小组 提出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几乎没有在 大多数的国际媒体刊出 但是《纽约时报》还是刊登 《华尔街日报》略微刊登 IPCC提出一个报告 它说我们必须要删掉化石燃料 要种树 要少吃肉 才能够把升温1.5度 否则本世纪末 我们马上就会达到3.2度 3.2度的升温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根本不可能 交给下一代可以居住的一个地球 而当它提出这个警告的同一个时间 又是俄乌战争的时间 天然气本来就正是德国 希望能够转型它的能源 慢慢到替代能源可以 比如说再生能源 可以全面发展的情况里头 天然气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项 所以才会有北溪2号 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它的政策是错的 因为恶物战争 但是气候正义呢 这个IPCC的报告 丢出了一个报告出来 让所有的领导者如果考虑到 本世纪末要上升温度到3.2度 就是我们不可能交给下一代 一个可居住的地球 那答案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 他们知道这个时刻提供军事武器 他们知道说预期这场战争 会打10年左右 看能不能拖垮俄罗斯 他们没有看到说 在80年之后 我们的地球会是什么 在这段迹目的 这个现象是 这段迹目的 这段迹目的 这是 Johnson County, Texas 在网上 ここ在新闹的 猪疗网中 在新闹,Mississippi 看看这个 现在开始了 在新闹中 在新闹中 上场的时代 在新闹中 一家里 他们家 在习近 他们的孕生 和 每年四至六月初 是美国南部地区 龙卷风等暴风天气的频发季节 五日密西西比一天之内 来了五场龙卷风 当天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各州 以及奥克拉河马 密苏里州等部分地区 约有四千万居民 遭到不同程度的暴风威胁 事实上根据美国风暴预测中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三月美国发生至少219起的龙卷风 这是自1950年以来的最多记录 龙卷风高峰季节提前来临 主要原因之一是太平洋正处于较强的反圣鹰现象 而应战极端天气 人类似乎是越来越无力招架 这是残害地球的杀手之一 即使联合国政府兼气候变迁问题小组IPCC 自1990年以来不断提出警讯 但过去十年化石燃料仍是各国经济的主力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节节升高 结果就是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 所设定的摄氏1.5度升温限制将守不住 升温幅度在本世纪末恐将达到摄氏3.2度 IPCC长达2800页的最新报告 为全球如何阻止气候危机 提出了最全面的评估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2010 to 2019 were at their highest level in human history At this pace, the planet will blow past the goal of keeping warming below 1.5 degrees Celsius in just eight years The U.N. report argues that without substantive sweeping changes warming will make life on Earth increasingly dangerous and deadly While the report cited some increase in positive climate policies It said much more were needed 不过这份新报告也给过去十年 对抗暖化所做的努力一丝希望 许多国家缩减了新建燃煤电厂计划 并利用补贴和法规来扩大发展再生能源 尽管石化燃料的排放量仍在成长 但与2000年相比 2010年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Those include a rapid turn to cleaner ways of generating electricity And using it as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power in our buildings and our vehicles Adapting the infrastructure of our cities Where over hal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es To make them more efficient Harnessing the ability of the land Forests, waterways, and how we farm To release less carbon and store more of it 清潔能源技术的发展速度比预期来得快 自2010年以来 电动车的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 锋利涡轮等成本都大幅下降 尽管如此 在摆脱化石燃料的行动上 各国仍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加拿大这间环保再生能源厂 正在研发新技术 希望能达到气候规范目标 他们设置的储存系统 碳并非从烟从释放 而是通过管道输送 经过过滤系统吸收二氧化碳 但要达到完全去除二氧化碳 仍需数年的时间 报告指出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政府和企业需要把目前 每年鼓励清洁能源 和减排平均约六千亿美元的经费 增加三倍到六倍 我们居住的星球 因为人为的残害 已经越来越不友善 这是去年十一月的巴吉斯坦 公路上放眼望去 汽车行人全被笼罩在雾霾之中 能见度甚至不到一百公尺 根据联合国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全球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的国家 空无情况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并且每年有超过七百万人 因暴露在污染的空气中而死亡 不同的國家和人們 因為地球的不友善而困擾著 巴基斯坦是空氣 而位於猶他州和亞利桑那交界 美國第二大水庫鮑威爾湖 已幾乎干涸 當地四千萬人口的用水成了問題 然而這些不友善 其實來自我們自己 聯合國的最新報告警示 即使微弱 但還有機會改善 別讓最糟的情況發生 謝謝收看今天文犬的世界周報 文犬的世界財經周報 祝您平安 感激 作詞文財經推農 非要沒有交易 與真正的解決 請你一旦 消贈 為勞 kommen來 請你 給我 我